疫情持续延伤花莲线的确诊人数从3月底到现在已经突破千人了 最近更有黄昏市场摊伤确诊的情形发生 由于摊伤在传统市场的流动率很高 市场过加钱只是加强传统市场预防性的倾销工作 也强调现阶段是配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防疫政策 摊伤们还是要落实防疫措施 疫情持续延伤花莲线确诊人数突破千人 最近更有黄昏市场摊伤确诊的情形发生 由于摊伤在传统市场的流动率很高 市场魏嘉贤只是加强传统市场预防性倾销工作 我们还是针对市场来做全面性的专案倾销 希望能够来到我们公有市场采买的民众都能够安心跟放心 那我们也希望说每一个进到市场来采买的民众 务必要做好自身的防疫工作之外 也要把我们相关的失联制或者新的一个新的系统 都能够来把它下载下来 未来方便相关的一个足迹钓跃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不论是客人也好或是摊商也好 在这两方面防疫措施都一定要做好 未来疫情的走向我们只能看到数字是越来越高 但是防疫做得好的话可以减少疫情感染的一个问题所发生 那再次还要提醒大家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非常辛苦的清洁队 那也放下了不少手边的工作 全力在做花莲市的每个 不论是除息点也好 或者是专案倾销也好 这样每一个环境都能够持续的能够有消毒的工作 这样大家能够安心跟放心 市长沃佳贤除了指示清洁队持续针对各个市场的预防性倾销之外 也要求市场管理所加强防疫措施 包括不定时巡查摊商及消费者是否遵守戴口罩规定 各个市场出入口也严谨把关 要求消费者进入市场一定要扫十连日 或者是填写联络资料 良而温及酒精消毒 至于市场是否要针对消费者执行分流 市长表示目前人遵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规定 因此暂时不会执行分流措施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